你是何時開始喜歡看書的 聽老豪子說你以前比較喜歡玩的 不是 我覺得很感恩學客逼我們看書 但在模型中令我喜歡了閱讀 養成了大家是有種 很難 即時滿足 經常說你看書要有進入 但同時也要有進入 你覺得將來會否將來電子書取代 其實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一個趨勢 Hello Hi 阿成 因為其實最早就想找你 然後你之前要是結婚 要是就病了 是 每次都錯過了 我們遲了時間 所以終於找到你了 終於可以上阿成的節目了 好厲害 終於可以談 我一直想談很久的一個議題 很開心的 經常跟我談話題 這個全公司最喜歡看書的人是來的 我覺得六豪子也是 六豪子是 但是他那種是 我覺得他很有目的性的看書 是的 這個 我們今天想跟觀眾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關於一些閱讀的主題 是 我想問一下阿努 你平時很喜歡書 你平時大概多久看一本書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但我真的想說是 Depends那本書 你都會讀過很多不同的書 一些很簡單的書 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你一天幾個小時 你可以看完 一些我未接觸過的範疇的書 所以我最長要用一個月 真的會這麼久 但如果真的要平時看的範疇 可能兩三天就一本 哦 這樣 但你一個月會看多少本 大概 一個月 我設定的目標是至少四本 四本 一個星期一本 哦 因為我通常不是太多時間 但我很想勸大家 你知道每天安排有十五分鐘 至少這是一個習慣 臨分前看 或者你早上看 設定一個目標 就算你沒有這個習慣 你慢慢地存起 他自然就會提讀書 我也是硬拿碎片時間來看 你是何時開始喜歡看書 聽陸豪志說 你以前比較喜歡玩的 不是 我不覺得 應該是說人 其實有很多部份 我以前喜歡看書 我沒有特別要跟別人說 我覺得壓禁看書是一件很私人的事 所以我會在家看 還有我喜歡看書時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是在中學 中學應該是中三 是學校逼我們看書時 令我培訓回來的 就算你不喜歡看書 他逼你看 你就自然要找一些你喜歡看書 你才會開心 慢慢地就存起這個閘櫃 原來書很多東西都很好看 看完這一本就覺得 我要追下一本 或者找其他好看 這件事挺神奇的 因為一般來說 學校逼學生看書 學生會更加有反叛意識 我就更加不想看 更加反感去看書 但你又是越來越喜歡的 是 我當時有推出過一篇 Facebook的文章 是多謝學校的 但是當時 應該是中三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恩 學校逼我們看書 但無形中令我喜歡了閱讀 就是這樣 你何時喜歡看電影 中學也是中學時段 上網打機打到悶了 然後就看電影 看著看著 發現有些電影真的挺好看 而且看電影的習慣 我要多謝TVB 為甚麼 TVB每個星期有 星期日影院 我以前也會看 是的 我每個星期日都會看 然後久而久之 就越來越喜歡看電影 我以前小時候 同一部電影 會翻播很多次 小朋友是否都有這個習慣 我想知道 還是只有我一個 喜歡那部電影 你會翻看很多次 是的 那我問一下書 你看了這麼多書 其實是接收了很多訊息 很多知識 你是怎樣鞏固你所收到的資訊 其實也很多人不問這個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心得就是 我慢慢去操作範疇 可能我覺得 最近我看歷史的書很有趣 那段時間就要看很多的歷史書 因為不同的歷史書 其實會帶你去同一個話題 你自然看得多那些 你會覺得 其實他的說話都是一樣的 就會導致我 很有概念 但如果有些人很喜歡分散 來看走線 我就是 是的 就會忘記了 是的 其實看書 其實人的記憶力真的有限 你可能看完那本書 第一天 你第二天真的會忘記了一半 所以 經常都說 你看書要有進入 但同時間你也要有進入 即是進入有什麼呢 就是你一天告訴別人 你最近看了什麼 你一天寫下 有空去看你的筆記 我會的 即是就算我多忙 那本書 叫做好看不好看 還是怎樣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用 我至少都會記錄三個點 我都覺得這本書學到什麼 或者 如果有些書 我是有目的性的 我就會拿著這本書的封面 然後我便會問 這本書我為何要找到什麼答案 至少我有三個問題 至少我這本書就會有一點得著 你會記得這本書的內容 哦 就是這樣 那挺好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你看電影也是這樣 對感興趣的會 平時很多都是看完就算 有些真的會看完就算 看你覺得這本書對你來說 你想不想很鞏固它 嗯嗯 好 接著這條問題 是我最近的經歷才突然上問 就是我最近 我搬家 我們要整理我自己的書 我整理了 發現書也挺多的 我整理了八箱 因為買真的會很… 是的 真的會很喜歡買 看可能真的沒那麼快 進度一定沒那麼快 是的 有八箱書 其實還有更多 我就要犧牲一部分書 我可能不要了 那這裡就… 有煩惱了 有煩惱了 我發現呢 每扔一本書 好像都挺可惜的 所以這個都是… 我想問你的 假如… 嗯… 我要搬家 你要搬家 你有那麼多書 那你注定有一批書 你要捨棄的 你會捨棄哪些書呢 這個也是我… 算不算看書學回來 我自己以前是不捨得丟書的 嗯 其實我現在消費浴 就叫… 有些… 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的 很多東西都不買 有些什麼呢 就是我看了兩本書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一本書叫我決定簡單生活 一本就是… 捧言心動的整理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兩本書都很有名 但是我先說了… 我決定簡單生活 這就是類似算是少許極簡生活 它會令我很清晰知道 其實我需要的東西 其實不是那麼多而已 嗯 就是我要限制了 那書是會教你 要把所有東西都丟掉 那這個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不合理的 是… 這件事我做到它裡面 我都知道自己已經足夠了 我不需要那麼多 我可以寫其他東西 但是書我做不到 那我就遇到第二本書 嗯 那就是捧言心動的整理法 就是說 這件事就是 當你拿起這本書的時候 你覺得它對你… 它給你的第一感覺 你到底還喜歡不喜歡這本書 它之前帶給你一些什麼回憶 你拿上手 你一定要拿上所有書出來 然後拿上手 Fulfill 這個真的很合理 就像撿衣服 你也可以做所有的 它說 這件衣服你真的很喜歡 你自然拿上去就會有感覺 但是你不可以… 我覺得有些人很極端的 就是我見一件衣服都很喜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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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就是這樣說的 當你實行這件事的時候 你真的拿上所有衣服出來 你拿上去 我可能已經沒有那麼喜歡這件衣服了 當時的你可能很喜歡 但過了三年的你 已經不喜歡這件衣服 你就去扔 所以我當時都是這樣的心態 還有… 有些書 我真的覺得… 當時… 太貪新鮮了 比較大本 這麼大本 國庫論 我買了一套國庫論 這麼大本 然後一讀 哇 很辛苦 很累 所以國庫論 我那段第一個寫的 就是國庫論 但可能你到了幾年之後 有機會你上去 就會再買 但當時的你扔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就是知道 我可能未來 我真的想研究 真的想看 我會再買 但當時 它對於我來說 用處不是很大 所以你感覺到 一拿就知道 我肯定這幾年 我都不會看 我就先扔了 對… 就是這樣 下一個問題 在現在這個時代 我發現有一個… 其實有… 關於閱讀方面 有兩個… 我覺得都算是比較… 比較嚴峻 又不是嚴峻 發現都算是關於閱讀的問題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大家如今 對書的選擇性 都是贊助於功利主義的 即是說 我要看這本書 對我有沒有用 或者它能否幫我賺到錢 或者它能否幫我 增加人際關係 能否幫我在公職場上 有甚麼幫助 大家會這樣選擇書 那你… 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我覺得它沒有錯 我覺得有這個目的性 是一件好事 我早就說 如果你比你盲蹤蹤 去看一本書 然後你又忘記這本書 你沒有一個目的性 你肯活學會用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 有時我覺得我挺欣賞這些人 他很清晰 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所以他才會這樣選一本書 我只是想要這個範疇 簡單一點 我們身邊六豪子是其中一個 六豪子是怎樣 其實我沒有問題 我覺得它挺好 因為我只想在 可能關於創業 一些思想 人生經驗 我就是要這些 其他我真的會有興趣 我反而覺得他很明確 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我欣賞他的 但同時 當然 作為一個喜歡閱讀的人 你會希望 其實很多書可以帶給你更加多東西 我以前就覺得 你看開這類型的書 你不肯接觸新的類型 你的世界就只有那麼多 所以我經常都說 因為有些書 你不肯率先一步去碰 你可能這輩子都不會接觸 就是你要肯去開設這件事 你才會慢慢有這些知識 以前可能我們的世界那麼大 當你接觸新的東西 你會發現原來世界可以那麼大 越讀你會覺得自己越妙少 你會越謙虛 因為你知道你世界有太多知識 你不懂 因為我典型都是相反的 你也知道我經常買的書 其實不是實用的 都沒有甚麼幫助 但我覺得對你來說是一個樂趣 喜歡看的書 或者帶給你很開心 我是喜歡 可能我自己會將閱讀 它本身當成一個比較好玩的事 你見過我之前 曾經買過一本書 叫《如何跟別人吵架》 實際上來說 這本書看完最後 吵架是沒有變過的 我也是這樣吵架的 我不會變 但我只是覺得看的過程是挺有趣的 原來吵架有這麼多層次 甚麼甚麼 讚不於我的角度 我喜歡將書 單純作為一種享受 我推介一部電影給你看 是韓國的 我最近看完我真的挺喜歡的 叫《芝山魚抱》 是說甚麼的 他是說一個文人 被流放在一個孤島 他本身是一個文人 寫書 然後他看到一群漁民在那裏捕魚 然後發現魚的類型有這麼多 他就想寫一本書去記錄這些魚的類型 然後那些漁夫說 你是傻的 你這些東西有甚麼用 但他就用一生的時間去寫這本書 這件事對我感觸特別大的 就是令我想起月亮與六面市 很多人低頭望地上的錢 但有些人會抬頭望月亮 看你會選擇哪一種 所以我喜歡的就是 他那種純粹的是 我是源自於對這個世界的好奇 對這個世界想去認識多一點 所以我保持這種心態 我就經常買一些亂七八糟的書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應該說在當代人來說 我自己覺得知識實在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反而覺得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覺得現在的人不喜歡學習 其實不是他們反而是很想學習 他們擔心我們越接得越少的資訊 就會越快被淘汰 我會失去甚麼 我們會害怕失去資訊 所以大家才會在網絡網上有很多東西看 但相反越來看 我們會越慌 相反你自己有個主要的東西 就像你自己知道自己喜歡甚麼 我不需要你世界發生甚麼事 我自己喜歡就行了 我為何要去關心你的世界 很多人都很關心世界 如何去看他們 所以有一批人會有那種知識焦慮 另外一個現象 我覺得是更加嚴峻 就是書在現在大眾層面 我覺得是逐漸被邊緣化的 我們很多人不願意把時間放在閱讀上 因為這個互聯網有太多誘惑 我看一條短片 我可能去打電話機 甚麼甚麼都會說 體驗比讀書好 你自己怎樣看這種現象 我覺得其實不是人們不喜歡 去吸收新的知識 人們是專注力被分散 閱讀是需要專注力的 我覺得只要我一提書 我電話響 我想打電話機 這件事就會影響到你 其實他們不是不想 很多人跟我說是他們無法專注 還有我們剪片 你也知道你一門 觀眾就離開了 這個就是超現代化的問題 速食文化 你連那小小幾秒都維持不住 這就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是人的專注力不夠 閱讀是一個很漫長的東西 通常他不會最好看一開始出來的 他一定是慢慢鋪 要是他一開始給你一點甜頭 再慢慢看 有很多東西到最後才覺得 整本書真的很棒 這個就是看你喜不喜歡的 我自己覺得是先輔後甜 我覺得閱讀到來說是這件事 但現在所有東西都只要甜頭 我這條影片帶給我些什麼 這本書要立即帶給我些什麼 所有東西都要很速食 人們就是少了這個耐性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我完全認同 我覺得現在可能互聯網原因 速食文化 養成了大家 很難 即時滿足 我要立即給到回饋 我們是沒有養成 現在被養成了即時滿足 沒有適應延遲滿足這件事 但有時我知道有些人看書 都未必整本書都完成了 他都是直接找自己想看那張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少許你願意這樣做 但有些人就覺得 讀書真的不行 他一來就已經設定了一個 目標 我不行了 我看不到的 我試過 其實一兩次他就已經說不行 其實為何你平時做所有事情 你又可以 你知道現在網絡 甚至養成的習慣已經變到什麼程度 就是說字太多了 我看得很累 是的 那些人就是 幾百字 先幾百字 那些人已經說 那些字太多了 我看不下去 Too long to read 我覺得很過分 我們喜歡長文的人 中間一段時間都覺得 有時就是文字 就是你要去嘴嚼 你才會覺得有味道 你是不是只有兩句 我知道這個就是 我們只可以說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我們是要滿足大部份的觀眾 我們真的可能要這樣做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可能我們可以做得很長 你知道 我們只是為了他們 我們會剪到很壞 精簡一點 精簡一點 就是為了留住大家 所以有空 我都提醒大家 有空要原理科技 這是真的 因為科技是太有話的一件事 你可能在這裏 一旦出來你又很想看 很多東西 它設計的背後 也是要影響你 它不給你 它是不會讓你有focus的時間 還有我覺得 還有一個現象 我覺得現在互聯網 它某種意義上來說 是有一種反精英主義的 即是看書 可能被人覺得 有些過於精英主義的現象 因為在以前時代 古代 知識分子 是給大家所尊敬 大家會聽知識分子 學者 但到現在這個年代 知識分子的學者 其實是被大家排斥的 大家是很不喜歡這些精英分子的 有些 大家網民不想聽這些人說 其實反而是想聽一些 可能跟他們比較鐵地 跟他們處於同一個位置的 那一批人去說話 下一個應該是喜歡讀書的人 都會面臨的問題 就是 現在電子書開始盛行 你覺得將來電子書 取代實體書 其實我覺得這一定是一個趨勢 始終你想想 這個實體書利用紙 其實它有亞位空間 基本上 這個無奈地 你一定會看到這個趨勢 但我自己覺得 在我現在還可以守護到它的情況下 我很希望它繼續 即是實體書 但你問我它會不會發生 我覺得它將來一定會以一個 另類的方式發生 可能它會做到更加簡便 可能會在一些 可能我拿上手裡看到的東西 即是 我會覺得 它一定會帶給我便利 如果它真的會令我們 即是你的世界 可能變得更好 或者資源又會更加多 即不會有那麼多紙張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說 它真的可以繼續傳載 我當然覺得更加好 那你看電子書是用電話看 還是用那個 Kindle Kindle 因為手機也是一句 它會影響我的一個專注力 我是不喜歡用手機看書 我之前就是用手機看 你一會兒給一些東西就彈走了 我看了一張 我看了一整個小時 是嗎 我相信你 實體書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喜歡的可能是那種儀式感 我不知道你會畫書 貼Memo 他喜歡電子書 我不會貼 但我會畫 我會畫條線 或者是 避住一些東西 還有那本書的感覺是你的 是啊 你喜不喜歡 你喜不喜歡買了新書之後 拆開那一瞬間 那一瞬間 你打開好像是一個新世界 你可以看到 當然我會留意他的書的設計 例如包裝 裡面的那些木錄 或者是甚麼 有一些設計得很漂亮的 是啊 始終我都覺得你一定要有實體的感覺 如果你問我 他最好的設計就是 你拿上手 或者他看 感覺 所以就是 實體書和紙一書 根本沒有 I mean 電子書和他是沒得比的 最後我想問你 待一些喜歡看書的朋友問你 你平時會怎樣選擇一本書 我其中一件事 我很喜歡用書店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我們基本上所有的購物選擇 已經被AI控制了 嗯 基本上你是 又無法遇到一些 你沒想過遇到的書 或者基本上已經是 跟著你的興趣走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你走到書店最好的就是 你真的會找到一些 你從來沒有遇過的一些書 它又會吸引到你眼球 因為你在網絡 可能你遇到這個名字 但你不會找到這類型的書 基本上不是你的興趣 它不會推給你的 除非你買過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你在書店遇到那本書 你有興趣就買吧 因為它當刻吸引到你的興趣 你之後你就不買它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其他人 如果你是普通 想去接觸一些你新的化為的東西 我覺得你建議行書店 你可以問人 他最喜歡的基本書 我覺得每一個人 影響到他很新的書 或者他很喜歡的書 一定會帶給你一點點意義 你可以有人推薦 再來就是你要看大量的書 去培養自己選書的一個質素 看書看得多的人就可以對比 就會得到 就像你看得多的戲 你就會知道 這套戲 對我來說就是一套好戲 我覺得我會建議大家 真的自己培養一個 一個自己的 Sense 因為別人教你 不算是教得太多 因為你要看過才知道 那是否好書 但是你可以根據別人推薦的書 你可以感覺到自己 喜不喜歡這個人推薦的書 有時我都會這樣的 可能你介紹過的書 我看過幾本 其實我不是 我適合他的後味 你可以不用再聽他說 其實真的是這樣 你會慢慢自行 或者有時 有時你喜歡 你喜歡看我的VeryFile 你喜歡我的後味 那你就可以跟著我 但是有時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經常都是根據我的後味 你便沒有自己的後味 我覺得我經常都會 我會有空推我喜歡的書 就是因為 我想你們看這本好書 但是同時我會幻想 你們在生活上還在看其他書 你們跟我推薦的書 我也會看 就是樣子而已 而且要看狀態 我記得你以前推薦 你第一次推薦書 是推薦那本 《被討厭的勇氣》 不是 第一本是 《Who Moved My Cheese》 OK 第二本 第二本 《被討厭的勇氣》 當時我聽到這個書名 我覺得是那種 你不喜歡嗎 網紅書 後面有一段期間 就是我自己 屬於在網上被人攻擊的比較多 當時我突然想想看一本書 不過我真的挺感謝你 你推薦那本書 當時看完這本書 令我自己想了很多東西 或者是看開了很多東西 那本書是長消書 但我依然覺得這本書是很多東西 我這本書重提了三四次 所以我看完之後 令我那段時間 突然之間很多東西釋然了 想通了 釋懷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是看狀態 有時候 就是當刻 有一刻 我就是 那一刻我選中這本書 那一刻他對我的幫助就有了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一人推薦一本書給對方 推薦 我推薦過很多了 其實我最近又跟家聰拍了一段影片 但我不知道你會覺得這本書 對你來的有什麼幫助 我再說給你聽 就是 《理想會出這麼樣的一個人生》 這是宮崎盡最後一部電影 他說會翻拍的 你可以在電影前看這本書 對我來說 它是一本 你看起來很像一本 很雞湯的書 聽名字 對我來說 它是一本 其實它會教別人一些價值觀 但是對不同年紀 會有不同的感受 還有再加上 現在我們時代不同 它那本書已經在1937年出版 它是當時黑暗時期推出的時候 所以它會在那時寫這本書 其實我覺得是挺跨越時代的 它的想法是挺超前的 我自己看80多年 看起來 我依然覺得有點得著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也可以暫長推薦給你 OK 好 那我推薦 我本身想推薦萬力十五年 但一想這種歷史系的書 都挺悶的 我推薦一本 叫《如何抑制女性寫作》 蛤? 它用一個黑色幽默的形式 說 怎樣令到那群女人不要寫書 它是用一個反的形式 它是在諷刺現在的難權社會 怎樣不讓女人有自己的思想 怎樣不讓女人怎樣怎樣怎樣 它是一個表面上你看 是反女權主義的書 但實際上它其實就是女權的 我推薦這一本 好 最後請R 去向一群不喜歡看書的人怎樣 不喜歡看書的人 或者沒有怎樣看書的人 去號召大家 或者宣傳這種閱讀的文化 千萬不要說No 大家太多都是說 我看不到書 我堅持不到 不可能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 每天看五分鐘 或者看一頁 慢慢去吵 所以我覺得先讀 再找你喜歡的興趣的書 再慢慢去發掘閱讀的樂趣 最後一件事就是 呼籲大家多支持作者出的書 即是你真的要去買這本書 去做一個行動去支持這個作者 這件事是令到閱讀文化 堅持一個步驟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這條片 多謝 多謝R 今天終於我們分享了很多看書的東西 我自己都獲益良多 我平時不知道怎樣去看書 我看書是很散的 所以至於我看完的書 很多時候我會忘記了 我覺得你介紹的幾個方法 我覺得挺有用的 希望大家都有幫助 對大家都有幫助 多謝R 好棒 加油我們熱讀 繼續下去 加油 我們今期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